江苏南京老药工章业路 正手把手带着土地 准备熬制一锅 应对高血压眩晕的高芳 东令进步高芳 是江南地区由来已久的养生传统 产自江南的银杏 正是其中一味必备的药材 银杏 其味肝苦涩性贫 本草纲目记载 原生江南 夜似鸭掌 顾名鸭角 宋初始入贡 改呼银杏 因其形似小杏 而合色白也 金鸣白果 银杏给人们的最深印象 也许就是秋日里 那一片片金黄色的美丽景观 但是在医者眼中 银杏的枝叶果实 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 产自银杏树上的橙色小果 并不能直接食用入药 必须将最外层的皮肉 去掉洗净 敲破果盒 剥去内层的红衣 最终取出嫩黄色的 可以入药的白果仁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白果当中含有粗蛋白 粗脂肪 还原糖 核蛋白 矿物质 粗纤维 及多种维生素等成分 长期食用 可以滋补养盐 抗氧化 延缓衰老 在药工张叶路 师徒熬制的高方里 白果是不可或缺的 一味药材 与此同时 还有与其同气连织的 银杏叶 现代医学研究 银杏叶中可提取 多种有效的药用成分 含有大量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通畅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的功效 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 有独到之处 用午火将药液煮沸 再用纹火慢慢煎煮 然后精力搅拌 静置 过滤 夹焦 炼蜜 一道道复杂的工序 整个高方熬制流程 需要近一天时间 每一个环节的火候 掌握不好 都会最终影响到 成品的药效 直到熬出的高 能拉出浮面 行内称之为挂旗 才算大功高成